色的部分就是说因为logx等于-16.61 那跟第一题最大不同的地方是 因为第一题是讲的是正数 那如果是负的这怎么办呢 解法是这样子的 跟刚才前面那题概念差不多一样 就是说我要先把logx变成多少呢 变成的是负 注意看哦变成是负17 加0.39 这个会有个问题就是 我为什么不写成负16 剪掉0.61就好了 而却要变成加呢 原因就是因为当我写成科学记号的时候 相加代表相成的意思 所以这一定要用加号 不能用减号 所以像这边的话就是错的 不是不建议是不能这样做 你这样做的话变成 你最后解法变成是10的-16次方 然后还要除上一个什么log0.61那样子 那样不变得太麻烦了 对 OK 所以我们写成是像这样子的形式 对 好然后接下来呢 一样把这个写在前面 变成的是0.39 然后呢这里 减17的话呢 我把它改成了多少 log10 然后呢 它是负17次方 这样子 OK 所以科学记号的那个后面的部分 那个10的次方 我已经处理掉了 那现在问题是0.39的话 大概是多少 0.39 好那也是用刚才讲的 类似的概念 一样 如果你会算的话 就是用相同的方法 我也是用不同的颜色好了 假设这个地方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3 然后这个部分呢 是4 就是我讲的是 那个它的x的部分 好 然后它所对应到的y呢 是多少 就是3的话呢 是多少 一样是 哦 这个不用到 对不起 这个就不用到那个3了 你只需要到 哪里都哪里就可以 你知道吗 你只需要找2跟3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0.39 那log2的话是0.301 log3就4771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找出 你还不介意那两个数字之间就可以了 所以是0.301跟0.4771就好 哦 这样子OK吗 OK 好 那我要找真正的答案呢 是这个 x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要0.39的答案 哦 好 然后这边对过去的话 0.39指的是这里 这样OK吗 OK 所以就像你讲的 它应该会乘比例才对 就是 3到2的那个间隔 对应到这个它的间隔 会等于x到2 它到它 那当然你要写3-x也可以 嗯 没有人规定要用x-2啦 那只是说x-2对我来讲 会比较好背 好 那我们开始写了哦 所以先看一下 就变成了是 3-2 有没有x-x 然后y-y 所以就是0.4771 0.4771 然后减掉0.301嘛 嗯 好 我算出来这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斜线的什么 斜率吧 斜率 那当然它会等于谁 会等于x到2的 一样它的斜率嘛 所以就是x-2 然后呢 x对抗区的那个值是 0.391 没有没有 没有0.39 那个时候刚才把你凸到的 就0.39而已 所以是0.39 减掉0.301 OK 那3-2就是1嘛 1 0.4771-0.4771-0.301 0.177 对不对 0.177 对 301 应该是176 1761 这样子 0.477-0.301 应该是1761 对 对 对 然后会等于 x-2分之 0.39-0.301 是0.0 0 8 9 好 那你再解一个支去可以了 OK 好 那我直接帮你打答案算出来 那x多少 x 他应该是 是0.089 去除以0.1761 对 0.089 去除以0.1761 所以大概是0.505 那0.505 再加上原来的2 所以变成是2.505 大概是2.5左右 大约是2.5左右 所以我知道 我的log39 我再讲一遍 这个x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答案 所以他就可以等于 log2.5 log2.5 OK 0.3就等于大概是log2.5 然后再加上这个10的17次方算乘以多少 乘以10的-17次方 OK 所以你对照一下答案就出来了 这个你不要写 不要写x 我解释要为什么不要写x 因为题目里面已经有x了 所以建议你把它改成y 比较好 你不要写y 写y会让你误会的说 那个是那个什么 另外一个y 我用不同的位置数据就好了 你想要用多少呢 用什么 用 比较不容易写错的 我写个m好了 所以这是m-2 所以我的m大概是2.5 2.5左右 所以答案就是2.5乘以10的-17次方 好 那第一个问题 他就问你说 请问你小数点以后 第几位开始不为0 17 呃 对 17 第17个数字不为0 然后此不为0 第1个数字多少 就是那个 2 对 对 加快吧 会 可以 好